臺北區這邊是有6張的這個兒童 專責的ICU病床 那確實是在這個 剛剛提到這位小朋友最後轉院成功的 這一個醫院當中 那就是說 所以目前其實是還有床位的 只是我們還會在 後續再瞭解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轉院的 安排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什麼可以在加速的 地方來這個 讓這個轉院的過程能夠更 更快 各位媒體朋友關心的這個基隆的 2歲的小朋友 一位男童的這個事件 我們有 跟醫院以及就是衛生局這邊都有做初步的 瞭解 那整理如下 就是說這位小朋友是 有接觸過一位非家人的這個照顧者有確診 那在5月12號的下午的時候 有 家屬帶到這個我們布里基隆醫院的急診 那那時候在家裡面已經有驗快篩癢 而且有咳嗽 流鼻水 鼻塞這些症狀 那5月12號下午到急診的時候 體溫是正常的 然後36度半 然後血氧濃度也是正常 不需要氧氣 那經過採檢PCR之後呢 就開立處方藥物 回家休息 那隔天那個結果出來是陽性 也有通知 當然透過這個簡訊的方式 或快一通的方式通知家人 不過5月13號的時候 那這個小朋友就開始有出現 那個發燒抽搐 活動力不佳的一個情形 於晚間的時候呢 就是在有家人這個通知這個119救護車 送到 這個基隆醫院的這個急診 大概抵達的時間是 減傷的時間是晚上的7點43分 那在基隆醫院這邊有發現 確實有抽搐 體溫最高有2到42度 42.4度 那有這個呼吸 呼吸快 脈搏過速 那也安排了這個小兒感染 專科的醫師到急診這邊來會診 懷疑是有病毒性的 腦炎 所以建議說要安排這個轉院 那在這邊就是說 聯繫了這個基隆的衛生局 來協助詢問一些 這個可以收治兒童重症的 醫院 那衛生局有詢問過這個基隆長根 也有詢問過 三種 台大馬街 那當時都是 因為床位少 那沒有那個病床 所以後來是轉去 北榮 那在大概 晚上的11點56分的時候 來開始安排這個救護車跟特別的護理師 轉到北榮 那 其實中間都一直有給予這些像是 點滴抗增速 還有抗癲癇 抗抽搐的這些 藥物來治療這個小朋友 那最後是 我們這邊收到資料是在凌晨的2點 中有轉出 然後到達北榮這邊 所以 所以是到了北榮之後 再進行後續的一些 處置 跟 跟這個救治 那不幸就是在後續大概 大概8點 多的時候 就是過世 把這些時序講出來 只是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 整個這個安排的一些狀況 那 但細節就是說 中間有沒有什麼可以在 加速或者是可以在 多掌握一些 轉院的資訊等等 我們會再跟這個相關的 衛生局醫院這邊再做一些討論 那 就是說這個案例 後來他死亡的原因 我們現在是有初步 先收到 死亡的診斷書 是有這個 新冠感染合併急性腦炎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那但是因為他還沒有正式通報到我們的 這個 就是審查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再完成 這個整個 病例的災藥的這個收集以及死亡診斷書的 確認跟審查之後 再把它列入我們的這個 每天公布的這個死亡或重症的個案裡頭 那我想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兒科的這個重症的 網絡 事實際上還是在運作當中 那 目前其實北部這邊 在臺北這邊 臺北區這邊是有6張的這個兒童 專責的ICU病床 那確實是在這個 剛剛提到這位小朋友最後轉院成功的 這個醫院當中 那 那就是說 所以目前其實是還有床位的 只是說我們還會在後續 再瞭解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 轉院的安排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什麼可以在加速的地方 來這個 讓這個轉院的過程能夠更 更快 不過在這個醫院當中的急診 要強調說他們都有 來處理這個小朋友 這個包括抽絮發燒 還有一些呼吸等等這些狀況都有在進行 並沒有說有 等待而不做治療或延誤治療的一個狀況 3D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及時新聞不露階